好,各位企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今天7月29号进行的韩国加德式杯决赛的第三局 由黑方深圳旭对战白方变向一,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前两局双方战成了一比一平,所以说第三局也变得尤为关键 开局右上方双方走了一个定势,当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并没有选择沾上 其实这个定势完全可以直接沾,黑棋往这一小间,白棋先手一跳,再往这一挤 然后继续搬出,也是一种常规的定型 实战白棋拖先,选择左上方手脚,黑棋下方夹击,白棋反夹一手 然后黑棋一跳,这个棋飞风肯定更加紧凑 不过白棋脚上,拖完之后二路连班,还是可以掏脚 黑棋实战往这儿跳一手的话,白棋就多了一种选择 就是可以往这儿飞刺,然后继续飞出 黑棋跟着飞,白棋往这儿,先手一贴,再阵头 不过这往下,白棋稍微有些损失地 因为右侧相当于压五路,那黑棋肯定比较满意 而且下方三颗黑子,反手往这儿阵头 白棋如果跟着跳,黑棋继续飞压,还可以压缩白棋下方的空 这样下黑棋也不错 所以说白棋还是最好往这儿拖完之后连班 简单活脚,黑棋外侧还有一些点刺的借用 这样下更加简明 实战往二路小飞,从后续的效果来看,并不是很理想 因为被黑棋往这儿一虎 首先白棋已经全部被封锁 而且接下来不管怎么定型,白棋都不太能满意 比方说AI的一选,往这儿一退 黑棋继续缩小眼位,白棋二路小飞先手 再往上方扩大眼形,黑棋再一沾 很明显外侧黑棋铁后,这样下白棋不好 如果说像实战一样,白棋往这儿小肩 被黑棋搬完之后再一打 那白棋全部走在二路,这个效率也很低 而且黑棋后续还有二路小肩的搜刮 白棋打持,虽然说也可以活棋 比方说冲完之后,黑棋往这儿一虎 但是还是全部走在二路 这个白棋明显不好 实战,深圳续是先保留右下的变化 往右侧拆边 白棋上方一掉 这手棋是要求黑棋补棋 确实,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要是不补的话 被白棋往这儿一沾,黑棋很难办 黑棋要是贴上来,白棋往这儿跳方 首先这个白棋的棋型非常不错 多了这手棋,黑棋右侧还要继续花一手棋联络 不然的话,白棋有一手跨端 如果黑棋往这儿一虎 那白棋上方先手一压 这样的话,白棋也还行 因为黑棋上方这一块也没有完全安定 实战,黑棋还是补了一手 然后白棋左下飞压 黑棋上方,剑冲完之后再一跳 白棋挡住 直接在左下定型 走完之后,白棋选择拆边 白棋自身有一个断点 所以说最为稳妥的方法 肯定是往这儿像步飞,补一手 但是这手棋不能兼顾左侧的空 以后黑棋比如说挂脚 或者说二路漏一手 还可以继续掏空 白棋实战是拆边 黑棋下方点刺,白棋一沾 黑棋再往这儿一碰 这手棋就是想先往这儿 造出一堵围墙 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到 黑棋从右侧蔓延到中央这个大空 已经快要形成规模了 所以说白棋一定要注意 白棋实战往这儿一班 黑棋反班 白棋单长 当然白棋上方这颗子 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 如果说现在要是补一手的话 那下方将会遭受到黑棋的重创 比方说黑棋往这儿打持 左侧还有一个断点 特别严厉 白棋打完之后 再往外拆 黑棋先手一压 再往二路一夹 直接切断白棋的联络 白棋这两块棋都没有暗定 这样下白棋很累 所以说白棋还是补雷手 然后黑棋 右下二路小尖 让白棋后手连回 黑棋再往中央围雷手 AI的建议就是黑棋在围之前 还可以先在下方交换两手棋 比方说往这儿压一手 因为左侧被黑棋冲出来 白棋也不行 白棋还要再补一个 黑棋再一围也不实 这样的话就等于说 先手把下方加后 实战 黑棋是直接围了一手 然后白棋选择右侧一碰 想要腾螺 这个地方白棋的选择也很多 比方说往下方大跳 那黑棋就直接封锁 白棋再往右侧一跳 看上去好像白棋的这个联络 特别完整 但是这样下可能比较难以去搭眼 黑棋往这儿一贴 白棋继续往这儿靠完之后 再一长黑棋顶 白棋的眼形还是有一定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AI的建议 是让白棋以攻为首 通过下方进攻黑棋 顺势进入中央 然后接应上方这颗子 因为黑棋如果说要是选择逃跑的话 这块棋肯定越跑越重 实战白棋选择右边一碰 腾螺 然后黑棋一搬 黑棋当然也可以单长 单长这种走法就是不想给白棋任何借用 不过白棋也会多一些选择 比方说往这儿一跳 黑棋一拐破坏白棋的眼形 白棋就往下方一飞 黑棋继续封锁 白棋往这儿打吃先手 再一尝 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 白棋就把上方这颗子弃掉 然后在下方打野 如果能破坏黑棋一半的潜力 白棋还是可以满意的 因为白棋左侧这个模样也非常可观 实战黑棋往这儿一搬 然后白棋反搬 黑棋选择直接打完之后 让白棋沾上 那黑棋很显然是先想 把右侧的这个空围住再说 这个下法也比较实在 凶狠一点的走法就是直接断打 白棋长 由于黑棋局部挣扎有力 所以说黑棋可以放心的沾上 白棋再想往下方打持 引针的话 黑棋完全可以不理 就往中央补一手 中央这个空 肯定价值要大于下方这两颗子 所以说这样下是黑棋的一个理想图 实战黑棋选择打完之后 白棋一沾 黑棋沾上补断 白棋往上方一碰 现在白棋也不太敢往下贴手 虽然说这手棋价值也很大 如果说黑棋要是跟着长一手的话 那白棋满意 直接往外大翘出头 不仅是要出头 连同黑棋中央这颗子 可能都要被切断 这样下 双方的攻防就要发生转换了 如果说黑棋跟着扳一手 白棋也还行 往旁边一扳 黑棋沾上补断 白棋再往上一碰 多了这手棋的交换 再想往中央打眼 就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但是就怕黑棋脱先 直接往外飞风 这个是白棋最为头疼的 因为白棋再想往上方打眼 黑棋直接往这一次 白棋沾 黑棋补上断点 白棋往这靠完之后再一冲 黑棋一长 上方就算白棋再一冲 也只是一只后手眼而已 并不足以作活 所以说这样下 白棋风险很高 实战白棋还是往这一碰 想要原地作也 黑棋往外一长 这一手长就是想要 把白棋整体全部封锁 不然的话 黑棋可以考虑往里面一长 这样的话 白棋一长 黑棋下方先交换一手 然后再一拐 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 等于说黑棋吃住 右侧三颗白子 然后白棋发展左侧的模样 双方形成一个互围 那这样的话 也是可能是一盘关子棋 实战黑棋往这一尝 然后白棋一扳 黑棋再一扳 白棋往这一壶不断 黑棋再往这一拐 这一手棋可以看出 黑棋的野心 如果说黑棋只是 想单纯唯控的话 就往这把这个口子补牢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黑棋中央这块潜力 如果能全部转化为实控 收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然后再抢一个先手 往下方继续补一手 这个局势仍然是黑棋有利 实战黑棋单拐 很明显想要整体屠龙 白棋往这一夹 想突围 黑棋下方先手一冲 再一沾 这个棋黑棋单顶一手也行 单顶就是直接破眼 白棋往这一冲 黑棋唬完之后 白棋上方大眼 黑棋往这一沉 白棋一沾 黑棋继续封锁 也行 实战黑棋单沾 白棋往这一贴 然后黑棋上方打吃破眼 白棋先往这撑一个结 因为交换这手棋 右侧已经多出来半个眼位 白棋再往右侧打吃 黑棋一沾 白棋往下方一飞 不断顺势作也 这个棋行 就是走在这个飞的位置 如果说白棋要是一跳的话 很明显 中央有一手点刺 白棋很难办 白棋站上补断的话 黑棋就往外飞风 白棋右边一冲 这个时候破空 其实都是暂时的 如果大龙做不活 还是不行 白棋冲 黑棋就搬住 白棋上方一虎 黑棋可以先不管 白棋上方眼位 直接在下方破眼 就往这一段 白棋一般 由于黑棋周围 子力实在太多 直接往这一段 白棋局部就是一个假眼 这样下白棋也是凶多吉少 所以说白棋先往这一飞 然后黑棋直接靠住 这手棋 黑棋也是突然发力 如果说求稳的话 就往右侧先围守 这样的话至少确保 右侧这个空全部围住 当然白棋还是很难办 白棋如果说想扩大眼位的话 黑棋中央还一手夹的抢手 这手棋 白棋的眼型还是要被冲击 实战 黑棋往这一靠 然后白棋直接反夹一手 如果说白棋要是顶一手的话 那黑棋再往这夹一手 白棋下方一冲 黑棋再往上一段 白棋还是不太行 因为中央始终牵了一手挖断 然后外侧也要被封锁 所以说白棋反夹 然后黑棋往前一顶 这个棋当然黑棋扳一手也行 扳的话白棋一段 黑棋打持 白棋上方打眼 再往这一吃 黑棋提 白棋 再补断的话 黑棋右侧飞锋 左侧飞锋 白棋还是不行 这个眼型还是不够做活 实战 黑棋往这一顶 白棋挡住 黑棋再一拐 走到这儿 看上去 白棋大龙已经被全部封锁了 白棋也是相当凶险 所以说这盘棋 后半盘肯定是一个屠龙之战 那棋友们 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半盘的解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节视频再见 拜拜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7月29号进行的韩国加德式杯决赛的第三局 由黑方深圳旭对战白方变向一 上一节视频我们说到进入到中盘的战斗 深圳旭突然选择强行屠龙 现在白棋大龙也已经被全部封锁 局部掩位也不够做活 所以说白棋相当危险 史善变向一选择往下一挖 这手棋是为了紧住黑棋上方三颗子的气 当黑棋断打的时候 白棋顺势从这打吃突围 但是即使走成这样 白棋还是没有脱险 距离左侧的联络还是有相当远的距离 黑棋往下一扳 白棋挡住 黑棋左侧一段 现在白棋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 白棋还要继续拆边连回 黑棋顺势在右侧破眼 现一扳在一瞻白棋站上 黑棋再往里面一冲 白棋一瞻 现在白棋是彻底没有眼位 而且现在黑棋只要往中央阵头 就看不出来白棋怎样活棋 白棋往这儿小肩 黑棋继续往这儿飞风 白棋感觉已经要阵亡了 实战的深圳叙事 现在左侧长一手 这手棋也是绝对的先手 如果说白棋下方这块 不补棋的话 黑棋往这儿 断打完之后再一贴 白棋一长 黑棋再一贴 那白棋左下这几颗子 全部要阵亡 这个失控白棋也不够了 所以说白棋要往这儿断打一手 黑棋再往上方一掉 这一手棋很明显瞄着三路的跨段 但是白棋也不敢直接补棋 直接往这儿尖顶的话 黑棋再往这儿阵头 比刚才还多了一颗子的坚硬 那白棋更不行了 所以说白棋只能先往这儿跳一手 黑棋由于左侧三颗子 现在也没有联络 所以说黑棋还要往回大跳一步 白棋再往这儿见顶 黑棋往回一连 白棋上方一跳 但是白棋这个棋形还是有缺陷 很明显黑棋往这儿尖刺 白棋有两个断顶 黑棋如果能先刺一手 将会变得更加严厉 因为白棋现在已经没有眼位了 实战黑棋单长 然后让白棋往这儿虎雷手 这样的话就给了白棋一些做活的机会 AI的选择是黑棋往这儿尖刺一手破眼 让白棋往上方突围 然后黑棋左边一碰 因为白棋是个软头 所以说白棋要是往外冲的话 黑棋可以顺势在左侧做活 左边的空被黑棋掏 白棋也不够了 所以说白棋只能下力 那黑棋往这儿一贴 白棋由于这个小飞的棋形 还牵了一手跨断 所以说要在这儿补一手 黑棋提 白棋还是不行 因为白棋就算能够跟左上连回 左侧的空还是要被破坏 史上黑棋往左上一碰 当然这个碰的位置 碰在外面也可以 碰外面的话 白棋只能选择下力 因为如果上班的话 黑棋就在脚上做活 白棋下力 黑棋就往这儿尖刺破眼 白棋再往这儿飞刺 黑棋反刺一手 直接破坏白棋的眼型 白棋往这儿尖顶 黑棋一连 白棋再一顶 黑棋右侧大吃 白棋眼位还是不足以作活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棋往三路一碰 然后白棋搬住 白棋也没办法 只能这么下 虽然说搬住的话 被黑棋往这儿扭断 局部又会多很多借用 但是白棋也不能单长 单长黑棋往下方一爬 再往这儿二路一扳 再往脚上一长 再往这儿一拐 直接把脚空全部套掉 白棋全盘的目鼠就不够了 所以说白棋只能往这儿一扳 黑棋一段 白棋外侧打持 还不能打在脚上 不然的话 黑棋往这儿一冲 再一段 白棋打持 黑棋一长 白棋还贴不下去 因为黑棋往这儿一拐打 这儿再一段打 这边再一段打 直接已经出棋了 白棋一提 黑棋往下一冲 所以说白棋只能往这儿一打 再连回 但是白棋的这个棋型 已经非常有缺陷了 黑棋往这儿一拐 白棋顶住 黑棋现在肯定不可能 在上方双打持 这样的话是帮助白棋走棋 黑棋实战往这儿小接连回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 白棋大龙 现在再想联络 已经是不可能了 而且黑棋 按照AI的选择 还可以下得更加紧凑一些 往这儿一贴 紧住白棋左侧的气 白棋脚上打持的话 黑棋往这儿一长 白棋不断 黑棋往这儿一沾 白棋还要继续沾上 然后黑棋在左侧 就取得了一道铜墙铁壁 再往这儿尖刺破眼 白棋飞刺 黑棋往这儿继续封锁 白棋也不行 实战 黑棋往这儿小接 然后白棋直接跨断 黑棋一沾 白棋脚上一打持 黑棋二奴隶 白棋贴住 接下来 黑棋左边有一手手筋 就是往这儿一挤 这手挤 白棋已经无法应对了 如果白棋沾上的话 黑棋往这儿一断 白棋打持 那黑棋左侧断打 随时可以吃通两颗 骑筋连回 那白棋再想往中央大龙坐眼的话 就不可能了 如果说 白棋要是往二路打持 那黑棋往这儿一尝 白棋跟着贴 黑棋往这儿一段打 白棋再一沾 黑棋直接中央 直接点刺破眼 白棋也不行 或者说白棋要是单瞻 然后选择二路立的话 那黑棋上方一段 白棋两边都有问题 打持的话 黑棋往二路一立 很明显 白棋也不行 所以说 这手挤是个妙手 实战黑棋就直接打持 也行 直接屠龙 这盘棋也拿下了 白棋往这儿一跨 黑棋一虎 然后白棋直接大眼做活 如果说白棋往这儿 顶一手的话 那黑棋就搬进去破眼 虽然说局部 可能会形成一个结针 但是 左上方 明显是黑棋的结财库 往这儿一断 白棋已经无法应对了 这个结 白棋肯定打不赢 所以说白棋直接大眼 然后黑棋往这儿 尖刺破眼 白棋反扳 如果说白棋往这儿 挤手的话也不行 黑棋往这儿一沾 白棋连回 黑棋往这儿一打持 还是可以吃痛 白棋眼味 还是不够 实战 白棋反扳 然后黑棋往这儿一打 白棋上方 飞刺 如果说白棋沾上 黑棋一沾 白棋在跑出这颗旗筋 黑棋就往这儿一挤 白棋上方一断 局部 还是会形成一个结针 等于说 黑棋把 左上角 这个五格子 弃掉 白棋往这儿跳夹 黑棋往这儿一吃 只要形成结针 那左侧 就是黑棋的结财库 所以说白棋实战 往上飞刺 黑棋一沾 白棋跑出这颗旗筋 黑棋再一沾 这个时候 左边是没有棋的 如果说白棋往这儿 沾上 想把黑棋 左侧 这一块切断的话 自身 棋太紧 黑棋往这儿一打持 再一打 再一断 白棋只有两棋 黑棋有三棋 而且往外突围 黑棋往这儿一挤 白棋也不行 所以说白棋这个时候再往右侧寻找头绪 但是很明显 这儿也做不出来也 黑棋往这儿一点 白棋冲完之后 黑棋再往这儿一尝 白棋上方连通 这手棋是瞄着右侧 断打完之后再一断 所以说黑棋团了一个 五棋 白棋再往左上小尖 黑棋双打持 再往这儿一挤 白棋一打 黑棋挡住 这个时候白棋提也不行 提的话被黑棋往这儿一打 上方不断 白棋想连通 也是做不到的 再一冲 黑棋往这儿 再一反冲 白棋一沾 黑棋一提 白棋这块还是要被切断 所以说白棋只能单沾 黑棋往这儿 再一反打 直接连回 走到这儿 变相依旧认输了 因为现在白棋的巨龙 已经全部阵亡 可以说这盘棋 白棋从右下这个定型开始就出现了问题 从二路连回肯定是不满意的 然后当黑棋在下方一碰 想要先手把白棋封住的时候 白棋还是应该先去安定中央这颗子 或者说等黑棋往这儿中央为首的时候 白棋应该以攻为首 先去进攻黑棋下方这一块 然后顺势进入中央 然后把上方这颗子连回 当白棋选择往右侧一碰 想要局部腾罗的时候 这个棋已经太过于勉强 因为白棋的眼位已经很难打出来了 之后 深圳旭也是利用深东击西的战略 把白棋大龙分断 让白棋无处腾罗 也无处作严 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